在老师带领下 长辈们开心的跟着敲打铃骨 受到疫情影响 由和平岛评料理争取中央经费开办的和平岛无忧学堂 也跟着停课好几个月 好不容易等到疫情趋缓 在防疫的前提下 志工们特别整理一处原本属于幼儿园的户外空间 让长辈们重温上课的乐趣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以前的我们有活动就停了 我们配合政府的政策 到最近有一点松绑了 那我们就这些阿嬷们 在家里真的闷得太久了 心情非常不好 所以我们的里长还有我们的里监士们 就想说给阿嬷一个机会 我们就千早万早的 就找到海洋幼稚园已经废掉的 一个活动的广场 就我们这些志工们非常的认真 把他修去那边 真的是非常认真的把他整理得很干净 场地又很大 就在那边先练一下 练一下大家保持距离 也是没话做 除了动态的课程 学堂还邀请艺术家进驻 教导长辈们做话 并在金融市政府宣布开放里面活动中心后 举办成国展 也让外界了解地方为延缓社区长者失智所做的努力 那我们这个无忧绘画的这个课程呢 基本上我们都很简单 都主要让 服务妈妈们能够非常欢乐的应用色彩 那因为他们都没有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 那在很短的课程里面要去掌握 绘画的形象也比较 没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原则上是以色彩为主 那我们介绍最正确的色彩学 只用洋红青跟黄三个颜色来绘画 我们其实平老都是在做 关怀巨脸跟老人跟儿童的部分 那我们一直以来一直觉得 在失智这方面 真的老人家也一直连长 然后失智也越来越严重 那也很高兴他们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们做了一个和平岛五约学堂 也就是整个和平岛的成员都可以进场 那有阿嬷一个一对一的 我们的志工带着比较年长 有失智行为的阿嬷 我们带进场了 然后看着他们在那个园艺 在绘画上面他们的成长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阿嬷 每天都到那个总站那边去做 她现在已经不会 现在都会来我这边了 她就是在失智外面觉得有进展了 那我们就很高兴 我们这次就做了一个成果展 那也感谢卫福部能够提供这个进会 让我们能够成长 我们愿意继续做下去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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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